美股股市4月份的月限 其实收得不错 其实你去看一下美股今年前4月的涨幅 以标普做例子 涨幅是18% 创下近9年来最好的一个涨势 所以美股在年初到现在 是拉出一个好彩头 台北股市在5月份第一个交易日 其实今天不错 也拉出了一个好彩头 今天上涨了36点 不过量还没有出来 量还是维持在千亿左右 那三大法人部分 外资不错 恢复买超到将近50亿左右 另外贵买今天涨得比较凶一点 因为贵买之前跌幅比较重 今天反弹0.7% 不过量同样没有出来 不过三大法人是维持一个卖超的情况 那行情怎么看 待会跟慕华哥一起做讨论 不过我们先看一下 昨天的这个道琼 原本的早盘都表现还不错 但是后来杀尾盘是因为这个FED 他没有做任何的动作 那可能市场上是要给FED一点难看 怎么难看呢 待会一样跟慕华哥一起做讨论 所以道琼是杀尾盘 不过到底行情要不要担心 说真的 前天阿哥讲说市场上准备大吃两斤 其中一个是黄金 那黄金还没有涨之前 大家对于行情就不需要太过于担心 因为黄金还是呈现下跌的 因为从个股来看的话呢 最近是财报的公布的密集区 像我刚提到联发哥的财报非常好 那股价也创下了一个波段的新高 不过呢 现在呢 跟财报有关的 到底是底子重要呢 还是有硬底子 到底是题材重要 还是基本面重要呢 这部分呢 我们会请教到这个文胜哥 一起跟我们做讨论 就连这个新贵的股票呢 我们一样的帮大家做分享 另外呢 5G的题材还是在轮流的串生 今天联雅 其实联雅的这个股价 今天创下了一个反弹的新高 那到底5G还有哪一些隐藏版的概念股呢 今天敏坤老师呢 帮我们做追踪 那另外呢 我们记得上个礼拜 杜金融杜大师有提到国泰金 果然 国泰金今天还在创下波段新高 今天大涨了百分之 因为他说资金有转向 传产跟金融 而且包括像今天的 二九一二的统一超 还有1101的台鸟 其实表现都不错 其实礼拜二杜大师也提到台鸟 所以呢 他提到的股票很大 可是呢 长期来看 好像都会动哦 最后来看一下 这是老王的功课 瓶盖股 因为苹果的财报交出来 是优于市场的预期 那瓶盖股开始有一些反应 所以整体瓶盖股呢 到底怎么做观察 待会老王呢 会帮我们做一个完整的分析 不过我们要先请教木华哥 昨天呢 没有股市沙尾盘 我们觉得 华尔街呢 可能是要给谁难看 给鲍尔难看 为什么 因为我们说 现在鲍尔呢 已经变成川普的禁卵 这句话我们讲的很重哦 什么叫禁卵 大家可能不知道 在古代 禁元帝那个时候 因为食物很缺乏 所以呢 只要能吃到猪肉 就是视为一个真品 而且呢 猪脖子肉呢 特别好吃 而且呢 只有皇帝可以吃 所以就是现在的松板猪啦 所以以后呢 去餐厅点菜说 老板来一克禁卵 就是给有一克松板猪 所以呢 现在呢 鲍尔啊 为什么 我们说他变成川普的禁卵 我们先看川普讲什么 川普在FOMC开会之前呢 竟然直接说 你最好给我降息 一个百分点 一个百分点是四码 他说我们的经济呢 就像火箭 往上冲 而且你最好学学中国大陆 降息跟QE 这个两条路并进 这话讲得很重 可是呢 鲍尔说什么 鲍尔说我们目前的利率呢 是适宜的 我不会紧缩 也不会放宽哦 基本上他没有动 其实说真的 上个礼拜我们还聊到 美国第一季的GDP 百分之三点二 这么好的GDP 理论上他应该要升息啊 说真的 但是他不敢动 然后呢 他说暂时现在通膨的往下呢 是暂时性的 因为这个油价 他应该有看到 油价已经开始反弹 那对未来的这个利率 保持耐心 然后呢 开始要研究一些 可能未来有回购的机制 简单讲就是要宽松 最后呢 虽然他没有降息 可是你看他降低了 这个超额准备金率 这也是某种程度的降息啊 所以呢 包尔很明显 就是被川普抓住了 你就是要听我的话 大家记得以前哦 FED主义是金融撒谎啊 现在呢 已经没有了 金融撒谎现在变成川普在做 这导出一个结论什么 就是现在的行情 真的不太好做 大家看一下 我们刚刚说美股杀尾盘 对不对 可是我们今天会看到 劳动基金第一季既然可以大断两千一百五十三亿 劳动基金木华哥 他们是一个比较保守 一个长头的操作模式 既然可以赚那么多钱 可是反观我们看一下哦 这些哦 券商有兼营期货商的 第一季公布出来的获利情况 二十一家里面 竟然有十二家是亏损的 告诉我们什么 这些哦 自以为聪明的 想要这个抓转折的啦 摸头或摸底的 反而赚不到钱 反而像这种笨笨的 一买不卖的反而赚最多 所以代表这行情真的很难操作 所以木华哥 你要怎么做观察 好 那我们等一下 不过木华哥 你要讲之前呢 我们有一个秘密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呢 是这个木华哥的生日 我们呢 在木华哥 不知道情况下呢 跟软妈妈联络 软妈妈 跟金钱包团队呢 一起祝我们最敬爱的 木华哥呢 生日快乐 因为 软妈妈是 木华哥心中 最软的那一块 我相信 因为我在节目中 曾经问过木华哥说 假日你都在干嘛 他说我都最喜欢陪家人 是我最快乐的时刻 而且 软妈妈之前还开了一个大刀 软妈妈非常地担心 又要上节目 又要陪软妈妈 关心他的性感 而且他放假的时候 常常带软妈妈出国 这好像是你们去 日本还是哪里 对 出国时候的照片 对 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木华哥 一路以来陪着我们 金钱包一路的长大 谢谢木华哥 生日快乐 真的让我太感动了 大开 实在太谢谢制作团队 谢谢大家这样意外的安排 这事前我真的都不知道 你还会记得等一下要讲什么 下次可以选一个 没有戴墨镜的照片 哈哈哈 哈哈哈 不过还蛮帅的 好 谢谢 那我的心愿是祝 武器金钱包收视率 No.1 好 谢谢木华哥 谢谢